請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請示範給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的千千 今天呢要來開箱這個 好事多的 巧克力 COPLE GONNA SWIM 喔 閒得利利 GONNA SWIM GONNA GONNA SWIM 這一次呢要開箱的就是這個 巧克力GONNA SWIM蛋糕 這個前陣子討論得非常熱烈 然後它的價格是499塊 重量是2公斤 我個人覺得這市場比較適合派對買來吃 因為它其實2公斤 我覺得一般人應該也吃不完 好 我們先來開箱它 我究竟該從何開啟呢 我們這個GONNA SWIM GONNA SWIM GONNA SWIM 來吃吧 要睡啊 這真的 開不起來 起來了 它其實滿划算的 因為我覺得以2公斤來說499塊 其實真的是滿厲害的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大小大概10寸吧 然後它上面就是有巧克力的奶油 跟巧克力碎片這樣子 好 我們先來切開看一下它的樣子 到底是什麼樣子 對 還沒有買蛋糕刀 沒有錯 訂閱80萬 家裡面沒有蛋糕刀 厲害了吧 我先來切它一下 成功切下來 我覺得它看起來有一點乾耶 而且它的巧克力啊 我看一下它的製造日子 我知道它是當天現做的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它的海綿蛋糕感覺有一點 有一點乾啊 我先來挖一下 然後你看一下它旁邊這個巧克力 我以為它是奶油耶 可是它是一整塊的感覺 我先來吃一口看看 快層的巧克力是偏甜的那一種 我覺得沒有什麼苦味 然後那層的海綿蛋糕呢 我覺得吃起來有點略乾 奶油油一點少 所以其實如果它奶油多一點點 你會覺得它海綿蛋糕的那個濕潤度剛好 然後裡面的海綿蛋糕是巧克力口味的 可是它我覺得甜度算還不錯 跟外圍的比起來的話 它裡面的甜度比較沒有那麼甜 我覺得普通耶 我看它評價滿好的 可是我個人吃我覺得普通 CP值很高的一個蛋糕 因為它499吃起來的程度 我覺得有符合它的價錢 我覺得這個是海綿蛋糕啊 它還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吃 這不是誇獎喔 這也算是誇獎 就是它非常的扎實 甚至你叉子要插進去 要切的時候呢 非常難插進去 它跟一般蛋糕很鬆軟 直接插進去的感覺不一樣 剛剛可能也是讓它很扎實的 其實有一個原因嗎 我在猜 我決定啊 要切一小塊拿去圍剝 這樣喔 圍剝完之後呢 旁邊甘納雪就變這樣子 這是我印象中甘納雪的長相 甘納雪 鹹得利利 軟軟 喔喔喔喔喔 你看一下 圍剝完之後變得多軟 你看這個 這才是我印象中蛋糕要有的軟度 我不喜歡太扎實的 我覺得很扎實的蛋糕 除非它是像 如果是海綿蛋糕 我比較喜歡中軟一點 不要那麼扎實 你看這個圍剝之後 我來吃吃看 哈囉大家 我個人覺得呢 它就是要圍剝 請你不要直接吃它 我為什麼要吃那麼多之後 才想到要圍剝它呢 它圍剝之後呢 它的巧克力蛋糕 變得非常的鬆軟 然後再配上它的甘納雪 巧克力蛋糕不是沒有很甜嗎 再配上甘納雪 已經軟掉偏甜 再整個搭在一起 嘟嘟好小香腸 嘟嘟好 欸我要再丟一塊微波 因為微波之後我會吃得比較快 我突然想到那天 影片下面就有人留言說 這不是直播 你應該可以自己起來 去微波吧 不用…不一定要吃油區 我吃得很難相處 不要這樣子 我知道你在BZ 你知道這叫做什麼嗎 這叫時尚 你知道時尚的時候 臉部可以全部露出來 所以你就要用一點蛋糕擋住 然後就是臉上就還有一點那種 髒髒的巧克力的感覺 然後擺出這種姿勢 人生夢想是可以拍個時尚照 用拍戲 好啦 我認真 就是剛剛在等微波的過程之後 沒有很認真在注意它 所以呢 我一不喘之後就變成這樣 就是有點就是 GANA OPGANA STYLE的感覺 你看這個 而且還一直冒煙 我知道這個叫什麼耶 這叫做火山熔岩巧克力蛋糕 通衣文案王 踢到地上 這叫做火山熔岩巧克力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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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山熔岩巧克力蛋糕 你看起來不是很想禮物喔 莫非你覺得我這個歌算不行嗎 寶寶有一天 我就進入唱片 根本就出飛機 我在這聲音 不是很凍肉嗎 吃完的時候就要講結尾 可是因為現在是吃巧克力所以不行 我們要先用一下我們的紅茶試出口 吃完了 這一次吃的就是好市多的 巧克力甘納許 鹹得莉莉的巧克力甘納許蛋糕 這一款真的非常多人想要看開箱 然後其實我在網路上看到的評價 其實也都算滿好的啦 可是就我自己而言 因為我覺得它裡面的蛋糕體吃起來滿乾的 然後沒有那麼的濕潤 再加上它外圍的那個巧克力 其實對我來說我會覺得有點太甜了 它其實也沒有到難吃 可是我覺得就是非常普通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對我來說是不建議嘗鮮野 我也不會回報的 但是認真來說它CP值真的是滿高的 因為畢竟它才499 然後你們在吃的時候呢 我會建議你們微波吃 或者是說 我覺得你們其實如果加香草冰淇淋的話 其實應該也會滿搭的 但我個人是不太建議買啦 對 雖然說滿多人推薦的 好啦 然後今天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囉 掰掰 Bye Bye 最新時下流行黑口紅